上面呢 只有一个小晃 然后下法有些分腿 美国运动员的平衡木 还是非常有力度 所以他们的整体的难度啊 包括一些完成情况都还是不错的 好 现在看到的是德国选手 希尔丽莎 高低杠 分腿正汤360 登杠回环 后卫之高杠 腾生回环 180 然后腾生回环 360 做了一个金格 登杠的360 前摆180 低杠倒立 地主的换杠 然后分腿正汤回到高杠上 做了一个分腿夜格 下方 下方 德国运动员的这套高低杠 他的编排里面有两个 一个腾生180 腾生360 然后接了一个金格 后面还有一个身体的夜格 下方是一个旋下 另外他是没有站住 你看这就慢放的就是腾生 身体360 这个角度基本上就是裁判 看的那个角度 因为裁判坐在器械里 就是赛台的下面往上看 所以选手在倒立位置上 有没有够90度 偏差多少度 看的一清二楚 选下往侧迈了一中步 这个落地要扣点三 另外他这个平翻的高度也不够